我們來看法國文 法國文 今天這樣 身體的身體 你看 他們可不是方方的喔 他們是怎麼樣 圓圓的喔 請問他為什麼就是身體啊 誰的身體 你覺得像誰的身體 像你嗎 跟你像 你看 我哪有肚子沒那麼大 跟你像不像 跟你的身體像不像 不像 哪裡不像 跟您的身體像不像 不像 哪裡不像 這是誰的身體啊 因此 台灣未來 我們台灣話以南話 說女子懷孕 怎麼說啊 五星啊 怎麼叫五星 就寫著有身啊 對不對 那個身就是這個身 現在知道為什麼叫五星啊 因為身這個字本來取的 就是懷孕的婦女的形象 好 這個字是身體對不對 那懷孕的孕呢 看那個甲骨文 一個女子 肚子裡面有什麼 有孩子 這個叫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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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簡單 接下來請看 這簡單了吧 最上面呢是 漢字的骨頭的骨 我們寫著 左邊的那個 現代文字的那個骨頭 就是人的骨架 完全就是一個人的骨架 第二個字是 肉 這個肉是多漂亮 你看看肉 一不小心 你看看這個骨文字 跟它右邊這個 多像啊 對不對 多像 是因為現在人 人吃 吃牛啊 對不對 哪些恐龍吃我們的時候 看到中間這個 喔 我覺得這個 古文字的這個肉 上面這些點化 是肉上面的紋路 肌理紋路 肉都有紋路嘛 對不對 像這兩個紋路 像這兩個紋路 好 你看這個肉 中間那兩撇 就代表肉的紋路 再過來 第三個字 什麼字啊 就是人的頭 五人的頭 長幾個頭髮 三 只有三個嗎 三個 三代表什麼 多很多頭髮 結果我們現在剩幾個頭髮 就是兩個 那個字 是手 就是人的頭 那個意思 接下來是這個字 麵 麵 這個在大陸上 這個不是麵 是吃麵的麵 對不對 吃麵 吃人的臉啊 這是人的麵 這個人特別要求我一定要放這一張 本來還不是這一張 那昨天晚上他說 我在調嗎 等等 他是在調 他說 拜託放一下這一張 這張誰啊 我跟他說 我們台灣人拍這個字 大家都有 心底也有 可是對他從韓國來的人來講 當年二十年級的人覺得 哇 你們台灣人拍得好漂亮 就是個鳳罐俠批嘛 昨天晚上 可能他腰頭髮 不好意思 重點是在這 每一個人的麵 這樣子 或者像面具 一個Mask 這是我們麵 好 再看 接下來我們看 1Q簡單 上面那是什麼 目 那邊說目 他是眼睛 右邊那個呢 眉毛 你看我們五隻眉毛 多漂亮 多漂亮 你看這眉毛多漂亮 對不對 現在我們寫的目也好 寫的美都是方方正正的 對不對 越後期的文字越線條化 線條化就距離圓來的形象 就越圓 好 第二個字是 耳朵 你看多像耳朵 我們現在寫的這個漢字的耳朵 為什麼都是方方正正的 這樣 這個是 猴 這個是 蛇 這是我們寫的舌頭 這是古文字的舌頭 請問哪一個舌頭好漂亮 漂亮 哪一個漂亮 大家是這麼漂亮 這裡面還有什麼 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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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 蛇 這舌頭裡面 這是什麼 這是舌頭的紋路 舌 舌頭有紋路嘛 噔噔噔噔 這什麼 雷 有小溫 有小溫 所以通常不想太多了 舌頭上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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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米飯嗎 你就刷牙 有什麼 舌頭上有什麼 舌頭上有什麼 口水 這裡面是不是有德文 對 反正 這這個嗎 對 這口水嗎 不是 有血了 你看 這是口水 看到耶 哪一個舌頭不漂亮啊 他們就看 愛因斯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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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文字的舌頭有口水 我們現在的舌頭呢 看不出來 只看到一千個嘴巴 一千個口 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好 聽到發現五官少了一個 剛才我們講五官對不對 這有幾個 四個 你少了一個 這是什麼字 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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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這是哪一個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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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的鼻子是彎曲的 我們的鼻子是方形的 就是鼻子 就是鼻子 這是鼻子 注意喔 這是哪個 這裡 這是什麼 鼻孔 鼻孔 鼻孔嘛 古人的鼻子有鼻孔 我們的鼻子呢 都堵塞了 這個方形對不對 好 這鼻又來了 鼻子都塞了 這個字 你們都說它是鼻子 可是你現在一看到它都說 自己 是不是 為什麼 為什麼 老師有小問 學到了嗎 漢字有本意 有隱身意 這個字的本意 是鼻子 隱身意是自己 這個好奇怪 你也搞清楚了 美國人也搞清楚了 為什麼這個漢字 鼻子 會有另外一個意思 講自己 為什麼 鼻子在中間 鼻子在中間 非常好 這答案非常好 好 中國人說自己的時候 我我我我我 什麼方便利人 我我 或者是我我 對 你們西方人 你們 我 這也是我 對 這樣 我們這樣 中國人這樣 台灣人這樣 利了利了利了 利了 或者是歪呀歪呀 對 中國人說自己的時候呢 都說 我我我我 也是 巧合人 巧合人 對 我我我我我 我如果這樣回台灣 就會我我我我 沒有理會 我們都是 我我我我我 中國人講自己的時候 都指鼻子 為什麼呢 因為鼻子在 在中間 為什麼叫中國人啊 或者叫中國啊 我們最喜歡 東邊還是西邊還是中間 中間 我們最喜歡中間 過語不及都不好 對不對 好我們就在臉上 找了一個最中間的鼻子 所以我們要講自己的時候 就會講我們的整個 五官的中心 就是鼻子 所以這個字本來是鼻子 又有了自己的意思 這個字 這個字 是後來才造的 因為你現在看到它 都當做自己 大家都不知道鼻子的意思 所以另外造一個鼻子給你用 好吧 你就去當自己吧 了解了沒 你看 我我我我我我 我們不會這樣 我們 我們打牌的時候 都不喜歡人的這樣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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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牌的時候 你絕對不能這樣 對不對 打牌的時候 打牌的時候 原件不好 身體牌 哦 那身體牌是不是這樣 哦 我們打牌也不自己這樣看 我們打牌 身體也不能這樣 我們都要這樣 好 好 請看 請看一個美麗的汉子 有非常美麗的汉子 你看 手 可以 來 這是什麼 手 剛才第一個是 串 Cooking的時候 我們就看 這是什麼 手 這個字 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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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兩隻手 有創意 非常好 你看嗎 下面那個是什麼字 下面那個是什麼字 手 有兩個手 這是沒有手 哪一隻 哪一隻 這上面那個漂亮 還是下面那個漂亮 這是哪有漂亮呢 漂亮 漂亮 好 這個 是中國人概念語裡面的 friend 朋友 朋友這個是 手 兩隻手 合作 這才叫 朋友 不是朋友 就分道養療了嘛 明白 所以 這個字當然不漂亮啊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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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才叫 友 所以中國人說 友好 友好 兩隻手要在一起 還是 真的友好 才叫 友好 當然不漂亮 漂亮 好 不能老實 我自己說漂亮 每個人都說漂亮 好嗎 來 問題又來了 請問 全世界最簡單的文字是 全世界最簡單的文字是 漢字 全世界最簡單的文字是 全世界最簡單的文字是 漢字 漢字 這是我們彈江大學的 這是我們彈江大學的 這套叫宮登大道 各位很多朋友都去過了 這是我們彈江大學最古老的一個區域 這盤都不是瓦房的 超過五十年 現在是列為土雞在寶城 這個教室不蓋新的 我最不喜歡在這裡上課 因為土雞所以不裝冷氣 夏天的時候就很熱 這叫宮登大道 剛才我們看了很多的古文字 你也可以找到它 有些朋友可能覺得你在哪裡找來的 我提供一個網站給各位很好用 這個網站叫做Chinese Etymology 就是自圓學 我們來看 這是一個網站叫做Chinese Etymology 就是探字的自圓 自的來源的一個網站 是這位有Richard先生所放立的 我們看這個例子 你在Google上面打 Chinese Etymology 就可以出現這個網站了 這什麼字啊 這個網站裡面你打開之後 最下面的是甲骨文 你看到沒有甲骨文 甲骨文再往上的呢 這邊是經文 這邊看到沒有 經文 好 然後再往上看到的是鑽文 然後是現代文字 這是什麼字啊 車子嘛 你看 我看到沒有 你知道今天你寫的車 它還是車子的意思 可是呢 你看這輪子是圓的 我們的輪子是方形的圓 謝謝